一拳超人对战567究竟谁更强 一边是能拳拳倒入的一拳超人 一边是玄武国首席刺客567 究竟谁能更胜一筹 本期视频这位小伙伴打卡成功 支持一拳超人的扣1 支持567的扣2 要说这两个人那都是自己世界数一数二的高手 一拳超人的认真一拳 可以一招玩爆敌人 鲜少有人能让他使出第二招 可谓是单体作战的实力天花板 力量和能力都不容小觑 而刺客567也丝毫不差 少年时期就成为七大暗影刺客之一 后期通过不断努力 迅速成为玄武国最强的首席刺客 直接站在了能力的最高峰 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话不多说 一拳超人直接使出认真一拳 向567冲过来 看着带着火光的拳头 甚至燃烧起周围的时空 卷起的火焰威力无穷 567赶快使用千刃飞行抵挡伤害 铺天盖地的利刃直指敌人心脏 这一招不仅可以分散火力 还可以一招反击 数以万计的利刃混在这场火光中 向一拳超人飞去 可是认真一拳的威力太过霸道 这轮堪堪打成平手 不甘心就此认输 567拿出了由天山玄体打造的七段剑 它可以根据情况一分为二 并将手中的气凝结在上面 不管是近战还是远攻 都毫不费力 当它飞速旋转 形成两个强大的光轮时 威力达到最强 见认真一拳无法困住567 一拳超人又使出大招 化身狂战士使出生龙拳 甚至可以直接玩爆地球 冲击波的威力都可以秒杀一切 就是有千万个利刃飞来 也能被冲击波的威力彻底打散 所以就算一拳超人的武器只是拳头 也照样打得手拿利刃的567无力反击 已经达到超神地步的一拳超人 对大部分的物理攻击都能轻轻松松防御 战斗力达到满格状态 所以这一波第一拳超人完胜 好了 让我们恭喜这位小伙伴打卡成功 大家还有哪些想看到的对战名场面 快来评论区告诉我吧